由中华民族团结协会 台湾退役将官 社会服务总会等 共同举办的第一届 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研讨会 16号在台北举行 研讨会旨在探讨三个主题 包括两岸统合模式的研拟 两岸统一前的谋合机制 以及两岸统一互利条件的设计等 邀请了近30位 两岸关系学者参与座谈 专程前来出席的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在发言时表示 关于和平统一的问题 若是台当局不做 就由我们来做 无论是谁代表国民党参与 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都要把两岸关系说清楚 政府不做 明天做 2020的选举 我们要每一位 有意参选 代表中国国民党 有意参选大位的人 都把两岸关系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给大家一个交代 不再需要 民进党在2016年上台后 实行所谓去中国化路线 大力灌输所谓台独歪理论述 对此参会嘉宾强调 举办此次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研讨会 就是希望透过学术的研究与讨论 让两岸人人之势能齐心协力 共同来参与两岸和平统一工程的建构 办这个活动 就是说让大家畅所欲言 对于这个统一的模式 统一的进程 统一的路径 做一些讨论 那希望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 让支持统一的声音 能够在台湾发声 能够让大家知道 与会人士表示 回顾两岸开放交流 30年的历程和成果就会明白 两岸发展的态势不可阻挡 更无法逆转 无论民进党怎样进行政治操弄 如何走所谓渐进式台独路线 但是历史已经昭示 两岸关系的最终走向一定是统一 现在已经大家勇敢地站出来 然后大声地讲出来 然后公开地表达出来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当然跟大陆的强大 中国的崛起 以及台湾自己走的路子是错的 然后台湾这几年的衰退 应该是很有关系 那么由于台湾人民 在这样的衰退跟崛起当中 引发的这种焦虑感 所以使得大家要找出路 那么在找出路的情况之下 台独竟然不可能 那么唯一的就是统一 所以现在赞成统一的声音 事实上是比过去更健康 更发展 而且更有未来性